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下午4点半这个时候 说这个太阳实在是觉得很受不了 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 其实离我们昨天的这个地方不远 人家看到的是东大小学南校 东大小学南校我们其实距离京石也不远 就在大阪社边这边看一下打不过去 但是您看到现在这上面这两栋 高高的建筑是这个太阳华亭的这个西区 所以真的不远 这边是大安花园 大安花园过了 这就是东大小学南校 爹船本人呢 上不及啊 就是他本人的这个就是小学期就在这渡过 小学生活期就在这渡过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访这一片地方 刚才在这个地方 你压的一个这样喇叭全部把你们拍下来 好的各位 这里就是东大小学了 南校 这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 当时呢一到二年级呢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课 南校 我们不要进去了 效果都没用 以为真的是带凶器进来了 但是我觉得那玩意很好玩 不玩意了 我看了很多学校想想这种东西 我还是搞不懂什么意思 环保卫生 搞不懂了 很多班的那个牌子是这样插在上面 嗯 现在通知 8月31日 回校 三年级学生 以上时间北校 暑假期间同学们要做到 按时完成暑假作业 开卸有一课二书 外出时注意交通安全 就怎么哪都说 我觉得这东西铁碗没有靠谱 你妈在想这个问题 嗯 好了 当然了 现在的小中学 都是中学院小学了 那一间学校 基本上他们都会做几个公司的牌子 其实就本来在门房嘛 但是觉得里面住了几个房子之后 觉得还是变得颇有生气的 哎呀 真是东西啊 我觉得这几年过来 除了这些树长得更茂盛了一点之外 我觉得好像 看起来似乎也变化不大 那我们往这边走吧 这条路其实我并不是很 小时候走的并是很多 因为 呃 当时我是在祭山 祭山的那条路 其实不是跟这 不是往这边走的 是往反方向走 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去往这边走 因为这条路你走的话 可以 如果这条路 您看到这条路是东下路的反方向 如果接着往前走呢 您可以 应该是可以看到 对 应该是可以走到北啸 当时北啸 其实我在北啸待的时间更长一点 待了四年 这条路啊 每年每天 每天都要这样过去 觉得还是挺亲切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红里金路 看一看了 对 这条东下路拐过来 红里金路 摔的 好了 这是东下路 跟红里金路交界处 您想看到这一栋是玉兰牛肉 这家店应该有十年历史 转过来 来到红里金路 看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呆 这里一家汽车工房 这家汽车工房 应该有五年历史了吧 但是它的确 在这些这么多的 红里金路的非常多的 这些店铺当中是在的 算得还算新一点 看我们对不起 我转过来一下 这边这几栋楼 里面 我记得以前有几个技善 现在还有 你看 这个教育服务中心 基本上都是技善的 中午就是一大群小学 一大群小学同学 从小学进入出出的 现在应该我相信肯定还是有技善 就好轻一点了 然后这间有一家非常 这一间都非常悠久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过来这边的这一家 这一家的名字叫 没反复了 这一家店名字叫大嘴女庄 我也不是女的 我也不胖 所以这家店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陌生 但是这真的待的挺久了 我觉得很好玩 好了 转过来 这边还有一些店 这边有什么房电厂啊 羽绒服啊 还有这边这个叫 哦 好味道 这个是 我记得是梅州的毒品什么的 哎呀 这个羽绒服啊 买茶叶的 这些店 少说 也有两三年的历史了 在这上面 这个宾馆也是待了很久 在这待过很久 来了很久了 看到了 这是恋山宾馆再过来 不过这过来 这几家酒店真的历史又不长了 这个地方还不是酒楼的原来 这个地方原来是卖家机的 过来 美容美发店 哎 这家也挺久了 卖美容美发店 设备的小事件 这家酒家 希望它能在这待久一点吧 嗯 我们再转过来 这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里就是游电局了 你看三片 这是邮政储蓄银行 然后这过来 这两个是电行业厅 嗯 然后那边是 以前呢它的大门入口 这也是邮电局的一个 驻扎地 啊 过来这个路口 这个路口我们有空还要往里面走一走 因为这个路口还是非常 不好意思 这个路口啊 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是既游神 因为 接下来读过两个幼儿园 基本上都是要从 经过这个路口进去 才能有更深的一些东西的 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说了 今天我们的重点还是红衣金路 红衣金路 红衣金路 我为什么 走啊 这个地方都每一间都还非常熟 其实想告诉大家是 这里 呃 贴出来小时候真的在这走啊 被我奶奶这样带啊带啊 一路带啊 这条路真的已经走得特熟了 我其实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这是什么 我们再过来 这一家店历史很悠久 也是很早之前就是卖BB机啊 什么的 现在就卖手机了 还卖BB机呢 真的也是挺痛苦的事情 然后与时俱进嘛 再过来这个明天交织也挺 我看的也挺久了 这家都很久了 这家开汤药店更久了 我记得小时候还在他门口 他门口几张椅子 他那个几张椅子那个地方 几张椅子这个地方 前面这 他负面前面这个地方 他就在前面坐啊 玩啊什么 当时也是 我觉得从年真的是 非常愉快这段时间 现在车比较多哈 呃 再过来呢 这几家店其实我就不是很熟了 应该都是新开的了 什么广告店啊 卖盐的啦 卖盐我记得以前在 里面那在刚才那个路口 刚才这个路口里面 就有一家 蔓延的一个门店 现在倒是搬到外面来了 那家引擎店 也是待了挺久的了吧 好了 在过去 是汕头 是职业病房治所 据说很多人的 嗯 据说驾驶人的年纪都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还一次都没进去过 但是这家真的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在这地方呆着 真的觉得还是挺不是也是挺 是一个历史的厂物了吧 那过来 我们转过来 这边倒真的历史都不是很久 这家好滋味 健康美食店 历史应该有五六年吧 那过来那边 那些很多店 基本上都是新开的了 除了那家空调店 这家 隔离空调店 可能还是还是有一点历史 只是外其他这些店都是比较新开的 这片地方说的在哪 那这个地方坐久了也耐不住 有一些耐得住 那是因为他实在 也实在是保持着他的生活状态 还有更多的呢 赚到了钱 就觉得这地方真的生意不大好 就走了 五羊排雪高过来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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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间 这一间我不敢进去了 不过这一间我这里面还有很多户 是因为 记扇 贴出来的记扇在这里面 在一栋楼里面 当然他不是往这个方向走出去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已经选 我小时候在 我们小学的时候在这也是玩的很多次了 再过来 福利台飘景 哎呀 这家草药店呆了很久了 十一选五呢 这几家 就也是非常厉十有九的了 有心商行待了很久了应该 这家卖茶的招牌都还没换 然后这边这家文具店也是很久没换招牌了 这家很久以前就还卖建材 现在还在卖建材 不过现在都卖成一袋一袋吧 以前是卖木头 只要卖家卖卖卖卖工ologies 应该很有用 但是很少赖方ふふ 肥abyte 走过来这是玉港青村 pumping 培股 这比较老了 这家画贱店 印刷店 青春摄影什么的 摩托店也都是老的一些店 欢迎回来 渔港新生差点忘了 这个地方竟然是摆摊的地方 我记得以前早餐 我小时候的早餐很多的什么豆浆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拿来在这买 买来就打包回家 走这条路回去 其实条路大家再给大家介绍 到了这边是职业病房中所大家都看过了 这是另外一次了 到这边是一个路口 这个路口是正对着这个广东发展银行的 再过来 其实我刚刚那边的电动介绍差不多了 看一看这边这个大厂 哎呀 保险大厦呀 这一栋历史非常悠久 可能又十多年了 你看这个名字又不对头 现在哪会这么起名字 起这么 感觉还是有点土的名字 你说是哪家保险呢 PICC一看就知道 保险大厦 哎呀 挥舞啊挥舞啊 这栋楼在这待了很久了呀 觉得真的还是挺有内道的 这楼我想也是二三十年 应该也不就是弟弟在这不动了 除非有什么新计划 不过看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前面这些树会长青的 长青很久了 好了 在这个保险大厦正对过来 这是刚才我跟大家介绍过之后的 这边打过来之后是 你看这安全民小区 我到里面也有玩过一两次 不过印象不很深 这是新年超市 新年超市历史比较悠久 但是应该有七八年的历史了 没有 至少十年了 一百二十年了 这家店到这儿 现在生意不是很漂亮 但是在它的那些商品和价格 收入债的我 还是挺便宜的 挺实惠的 当时接的这个超市自豪 哇 我们家门口有超市 啊 真爽 真爽 好了 过来这个加油站历史 有一点久了 但是也不是很久 比这个 比那个超市的 比那个超市的年龄小一点 看现在重新装修过了 再过来 这个注意安全是人家的仓库 我也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但是再过来这边 不好意思 机器有点懂 这边是新石化工建材 哎呀 不懂 这间历史挺久 但是我还是至今都没进去而已 也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好了 从中安摩站走过来 你不觉得会发现 我们走到一条小路 这条路叫做渝港路 渝港路呢 在 你也许真的没听说过 红岭金路也许你还有听说过两次 渝港路呢 是 在二三十年前呢 是 这个 汕头当时最靠海的一条路 这条路非常的幽静了吧 现在 因为依靠海 二 现在也不靠海了 现在也是算内地了 这家茶行 以前记得不知道是卖 不是卖豆瓣啊 卖什么的 这家您现在看到的 这家以前是卖杂货的 我还记得上面 它的隔层二楼 我以前在楼下看 那上面只要 隔楼好像有一个黑黑的人 查出来 很像那个野人 我当时就被吓怕了 这家电文 当时之后就从来对它 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印象 可以现在也改了 我相信人家也再也不会有野人了 还让商城早关门了 现在还是关着门的 招牌都是这个样子 上面这些楼 觉得看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地方好玩 这地方好玩 过来这是一个小厅子 不懂 不懂 这个小厅子 里面应该有一些人的 还有车出入 但具体是谁 我也不是很清楚 再过来呢 我看这些店 其实有一点历史了 但是也不是很久 哎 我这套店 你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是公安局 不是 是排出所 十八排排出所 哎呀 排出所呀 我们不要排太多啊 反正这栋楼 你看真的 这个样子的历史 真的也是挺悠久的 不过倒是有刷鬼两次 很漂亮很漂亮 有收费品的啊 怎么不吆喝了 这个公安局啊 好在这儿 再过来呢 这些店 我也忘了 这边店真的也是 非常偏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真的 店也开不大起来 但这楼倒是挺高的 你会发现 这是这个拐弯处之后的 最后一个一栋 在这待了很久的楼 这个朝廷 三四年前的产物 在这里生产食品了 顺丰 两三年前的产物 这楼上跟楼下无关哈 楼上你看到的是 石炮台社区局委会 深入开展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伙动 这一栋力的 每次都在这儿 这儿